- 封城渔书渡书城,拉雅消音真好听,新鲜浩万热联时,近点另一阴影视,大家好,欢迎来到右,另一外国文化传媒优限公司,外国社团,来看出品的另一阴影视,我是另一外国文化传媒优限公司, 同时章,外国社团团章,山东虎包义,我们另一阴影视,分为浪亚相迎和浪亚伟大两个办款,其中在浪亚相迎内,我们会给大家有另一方言的形式,讲故事,让大家在听故事的同时,还能学到一些优趣的知识,而浪亚伟大办款则是由网友向我们提出一些你感兴趣的问题,想生活畅实理事群问都能读可以,贴菜不鲜,让你在听问问题的同时,不但可以获取到我们的接大或者管点, 还能让你在听问问题的同时,二位赚道歉,具体参与的方法,请观看视频的篇微,我们首先进入的是拉雅相迎办款 人是四孝这四个字,想起很多人都听说过,里面讲了人是四个孝顺父母的故事,不过大家都知道了,这人是四个故事当中,我们累议今天自作战了七个,今天我就把这七个故事加以改变,融成一个故事来讲给大家听,不过你们最后是先把视频关上,然后去网上搜索, 这几个故事,你先开变故事,你再过来看视频也行,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情节和你们看待的肯定是完全不一样,你们如果先去搜故事,再反复出来再开变视频 一来,你可以看一下我编的到底有多差点啊,人呢,可以为这个视频贡献两个电几率,对双方来说都是狐狸的谁,你还不赶快来行动来试试吧 我们现在开始讲了,话说在送过有两户背行人家,是一对亲兄弟,哥哥叫贝要连,弟弟叫贝要顶 我们的故事就是从他们开始说的,这一天,哥哥贝要连的乐子,也处得就要成年了,但是家人也都犯愁了,等谁呢? 因为这么多年不少,最后还都会没去过整身的命,按照他们当地的这个说法,就会在成年之间,你可以去命叫抓子,椅子,锤子,剪子,这之类的如命,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小命 但是成年之后,都得按照家族的贝费,缺一个整身的名字,取了这个名字呢,有后有的解足,或者缺失,边家坡,等等非常珍贵的场合来用 其他时间,你可以叫其他的名字,但是这个其他的名字,他也不是护叫的,他也有个要求的,他要求是这个名也得和整身的那个贝费的名,得痛饮不痛子,你不能随得叫 按照他们父母神仙所说,他们这一只贝行家族,去命的贝费,我们下一次派,应该是,我要非常备运,不想开心做任 这么一说的这小孩,究竟叫贝费什么,家人看到他长得人高马达,空无有力,说白了就是人很有力气,很有鸡 那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贝费鸡,不过呢,这个父母就觉得贝费鸡这个名字,平时叫不怎么好听 费鸡,费鸡,没有代表这力量都费出现了嘛,那不就没时尚鸡吗 那以后得想一个让鸡,不是那么容易费走的名字,经过着老两口一夜的酷丝面香,准备想出来了,平时不叫贝费鸡,叫费鸡 让这个鸡香肥,那也得费的鸡才能费起来,情义你是费不了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被咬连捞两口生鸡,一天不如一天 本来就不是很肥肥的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解决,因处着父母生鸡越来越不好,取出了吃饭的钱,连卖鸡都吃了难鸡,贝费鸡新香 我现在是不是得把青狼大虾见了,我不吃青狼大虾了,是不是生活能好点 等到他不再吃青狼大虾之后,家里又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依旧是坐吃山红,家里的鸡鸡也处的就没了 这时候,被费鸡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来到自己家的田园里,把水稻一锅脑的全部都喝出来了 他说了,家里吃饭都成问题了,还注目着,操有什么意义 此话说,种花的花,种赌的赌,我现在就去种大米 他这场弯的结果,开向二指,喝下来的水稻肯定全死了,他种的大米也不可能出,有人可能懒闷了 大米不就是水稻接出来的吗,他种大米不就应该出水稻吗,怎么什么都不出呢 其实这个大米,他在加工的过程中,已经把这个培鸡去掉了 所以种大米,他是不能长出来这个有苗的,只可把这被费鸡接坏了 他为了很孝顺,除了做事,不动脑子欠缺考虑之外,其他都会硬 结果这个时候,父母突然感染上了烟剂,也就是红烟饼 这王爷一个出来了,这该怎么办,马上找两家 两家是什么,两家就是当地的一位大夫的名字 白费鸡走到两家大夫之后,说明情况,两家说 你们家的情况,我答题我也了解了,想治疗这病,你得去用鲁莲 一年了,我现在也没有鲁莲,鲁莲,我就是有你家那个情况,也给你免不清 所以说你父母的病很难吧,挺太有名吧 白费鸡推他这么一说,里妈就急了,然后就问他 你是说只要有鲁莲,你就能过吃了吗 这个两家大夫,听后呵呵一笑,只要有鲁莲,不用我吃,你自己还得用的好 白费鸡推后,后家找了一身鲁匹匹在他身上,趴到了附近的山上,抓到是一头鲁 结果只因为那些烙烟昏滑,并且蒙烦烂的老鲁,看到了他 他就只以为他是蒙莲的小鲁,就跑过去给他喂鲁 他就这样,抓了不少鲁,带了回去 下山的时候,遇到了上山大鲁的俩人,俩人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后,跟他说 你以后可以纳了鲁莲去鲁市上去买,然后赚了钱,你可以去买米吃 父母的病喝了鲁莲之后,正在后来 费飞机也是招出玩鬼,去贩卖鲁莲,赚了不少钱 这一天,他又和汪昌一样,到山上去金花 但是多灯,有灯,一头鲁都不见 这个在平时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平时都很多鲁 他等了好一会,没等到鲁,但是等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他一看认识,就是那天见到那个脸人 脸人冲他一笑,怎么,有鲁莲来了 以后别来了,鲁莲被我杀光了,被飞机停后不接的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两人说 我那些上山,就是为了杀鲁莲来的 但是听到你所说的遭遇之后,我被你的笑信所感动了 我这才决定弯几天来 只是为了让你能够买点蜜蜜,躲过难关 看我没成像,你竟然把它变成了木类的工具 我这才通下杀手 只是为了让你能够醒我,不要破坏生态平衡 这一听就很暴烈的内论哈 他把鲁莲杀死了,他不再就不说要破坏生态平衡,人家几点来就破坏生态平衡了 但是,被飞机不这么想,被飞机听完两人的一气话之后 顿时对他产生了冲败感 对他感恩怠的痛苦流涕 在那一叉叉,都是一只货疑自己是不是个痛心脸 还好他的理性还没有丧失 他即使控制住了,他没有做出什么非法的行为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属灵人里传来了一阵嘶嘶啦啦的声音 两人不愿乐通的走进了小属灵 走进后,借助微微的月光 可以看出是三头醒吞的小路正聚集在一起 他们的父母已经被这个两人杀了 看到这里,两人闲开后耍花道 这三头路我可以不杀,可以让你用来目的 但前提是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很简单,以后你买轮来赚的钱,我们无无粉 好,可以,被飞机双坑的答应了两人的要求 两人看了看,小路又说道,你老这么弄,不是办法 你应该打出一个拼牌来,取一个名字,提升殖命度 你这个办法好呀,我行被,就叫被鲁怎么样 两人停后,这摇头,斩名字不好听 人一停着,被鲁人,人家当今没合套的了 竟然是三头路挤着奶,干脆就叫三路吧 这多形象,于是三路的拼牌就诞生了 如果后世出现了出名的拼牌,那纯粹乔合,请不要对好入作 但是事与愿违啊 这件被飞机能挤到奶,那是因为母鲁 我以为他是自己的孩子,心甘情愿的来不如 但是现在三路的精神都搞得紧张 而且也不排除他们是公路的可能性 粉麻才能让他们颤入造成了甜大的烂贴 两人为此一触摸人,两人为了欢和切品 开始犹疑无疑的与被飞机先聊了起来 当被飞机提到两家大夫的时候,两人突然摸撒顿开 跟他说,你可以去找两家大夫开点脆弱的药,我们给三路关下去 说是吃人的是快,被飞机停后是一个箭步,奔山下抛去 路上无法来到了两家大夫的药坡 两家大夫了解情况后,标识自己这里有脆弱的药 而且即使是公路吃下去,只要能缠入 也可以免费送给他,但是有一个要求 被飞机将自己美如所得的手艺,也给他呜呜呜开 被飞机也是想的猫想,这也就答应了 在这个三人创业的小团队里 被飞机干的最多,却只占了65%的过分 这个原食用的方法很艰难,就是在三头狙击在一起的小路熊献抹上后 永俗轻轻挨住,就大功告成了 不敢不知道,阴暗下一条,这三头路竟然全都是工的 不过这个原全是走小,这里面不但有催俱的功能,还可以扩熊 三头公路吃下后,不但拆来无数,而且肉放还大了好几号 根据这款药的食用方法,两人又给这款三路奶的添加剂取了一个名 叫三举情爱,由于三路奶中的三举情爱,还有扩熊的妖极成分 导致很多营了奋勇后,产生不良反应,变成了大头娃娃 受害者气的未捆住了被飞机,他们可不知了两人还有两家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他们也不想知道,他们只知道原有透,载有准,也拿被飞机出去,因为是他卖的 被飞机跟领头的那位说道,除了打我,你们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呀 有啊,那个带头大哥说话了 白发就是,我说一句话,你一个子不拉的,你学下来什么事都没有,学没下来,我找走不我 那行啊,我对山上学什么了,你说吧 小子,话别说的太糟,你挺好了 马超出操,操场操马,喂马吃马草 马马超操心,操场马面,喂马超吃 马超不吃炒马面,再操场出马操,炒马马马,炒炒马面,马马马不爽,炒起炒马面 马超想出马操的马超去吃马草 不只是操场出操的马超炒了马马马,炒喂了马吃了炒马面 还是炒马面的马马马,马操场出操的马超,他炒马炒炒我 还为马超吃了马草 白飞机挺好愣了一小,就这样玩意啊,玩意为什么呀 不就绕口链吗,我准备好了,来,打吧 就这样,白飞机被劝够了,三路街上因为三举情暗事件,九次倒闭 白飞机趴回家之后一直躺在床上,身上腾得不清,嘴里一直,哎呦,哎呦,叫个不停 他正叫着,父母只好从妹妹走进来,他怕父母为自己担心,放牵着,哎呦,哎呦,你比华儿还没瞄,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求一曲纯有来,记得我的爱,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看 父母看他这么乐观,非常开心,就在这个时候,妹妹妹走进来一个人,白飞机一出责任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套地,白飞病 也就是常问我们所说的这个,贝尔丁的乐子,贝肥病人的飞不好,家人人跟他全名叫贝肥病,是为了让他的飞不变得健康,这里你要注意了,饼这个字,在故事物看不见的就是个活性 他有厉害,有强大的意思,比如说在喊潮,喊玄地,他叫六饼鱼,在水火转上有一个饼链上悬涌,饼鱼吃水鱼,等等 贝肥病和贝肥鱼,死脚不错,他现在开了一家当铺,刚刚起步,老婆耐缠爱死,但是乐子顺利出生了,跟全名的叫贝上党 意思就是刚开上党铺,如名叫贝菜,意思也不愿意乐于,就是希望家人能发财呗 他听说贝肥鸡被认大了,又想到他现在还没结婚,卸下屋子,大爷给大娘爷都老买年糕,家里没有人照顾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店铺的一个抛腿的伙鸡带了过去,让他认贝肥鸡为赶点,照顾他们一家 那时候打工的,说不定就是欠了卖神器,贝肥病这么爱,伙鸡就真的这么做,他就卖给他了 贝肥鸡为了伙鸡的人生经历,甚至他躲了今年的死数,决定给他寻命叫贝上穴,意思就是表扬他有文化,是个文化人 大家正在探笑之间,只见贝肥鸡无主熊哭打一声,好疼啊,我家里出生了,我得后来看 说吧,不登总的反应,他早就一流眼跑了出去,后来一看,果然出生了,原来前几天党铺刚开上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人生来挡走了一千倒笔 说过几天拿一碗倒笔来说,但是要求贝肥鸡不能把东西弄丢了,否则他也不但一碗倒笔得不得,还要佩服十碗倒笔给他 当天晚上贝肥鸡他就在起观察之后,发现整个人生他是有萝卜冒出的家伙,他根据不是真人生 对了前贝肥鸡在大街上说了这件事,还当着总人的面,把家人生一把喝烧了,现在那个人拿着一碗倒笔来求活 贝肥鸡两口子拿不出来花,就被所有十碗倒笔的赔偿,贝肥鸡一切之下,毁闹在地,当上死亡 爱贝肥鸡的母亲,黄望之中,接着腰泡了手指,冤在贝肥鸡家的贝肥鸡,突然感到沸腾 命命之中,感觉母亲在召唤他,这才会讲,其实贝肥鸡当天在大街上收的那根家人生,并不是整个人之前给的那根,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阴山出怒,想把他坑出来 那个雷母办法托尽在了,乖乖的叫出来,一碗倒笔,这就叫短信不易,毕自毕,聪明翻笔,聪明我 接下来贝肥鸡给父亲贝肥鸡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在那之后,没了大雷的天下,他都会跑到贝肥鸡的墓地去跪拜 因为他父亲生前最怕大雷,他每次过去都说,父亲不要怕,雷电没什么可怕的,无非就是有带电的绿层对地面建筑物,即打子弹的子弹方的引起的一种子弹现象而已 从贝肥鸡出生之后,贝肥鸡的母亲一直向为孙子招一个锦目,由于当时党婆刚起步,贝肥鸡家的生活条件一般,到后来生意做的越来越好,从美人员以来,逐渐变成了美人员以来 就这么,贝肥鸡又娶了一个老婆,这个锦目刚开始对贝肥还不错,后来等到他自己生了乐子之后,清醒就开始变了 他对贝肥鸡越加冷淡,手又不使就肥大劲嘛,平时饭都不管我,连面套都不给吃,只能和弟弟剩下的躺 这一段可以用非常凄凉的一段词来形容,小贝肥鸡眼儿晃,从小就没有尿,弟弟吃面我只配合他 这个调子非常的浅满,大家准备好至今,来听一段,准备好不要哭 小贝肥鸡眼儿晃,从小就没有尿,弟弟吃面我只配合他 几目若次虐待贝肥,但是这一切身为父亲的贝肥鸡仅仅仅毫不知情 由于此,贝肥鸡要干妈啥出原味,让贝肥鸡胖太像的,因着酥酥的汗粉,贝肥冻的身体酸成一段 父亲看着他穿着厚厚的面衣,不愿意,花从行头切,并爽,你冻死鬼头彩,是不是? 一路之下,顺书处了贝肥一辫子,把面衣打破了,突然从破洞处露出了一些鲁维花,撒了出来 贝肥鸡一看愣住了,这哪里是面衣呀?这明明都是鲁维,这个能穿吗? 顿时他就明明过来了,原来这个女的仅仅如此横行对待乐子,气得当时就掉下来的眼泪 他非要修了这个楚婆娘不可,这娘们吓得赶快磕透,希望贝肥鸡俗会称名 但是贝肥鸡心意一卷,就在这前军一发的时刻,贝肥突然跪下,求父亲饶过母亲,并说 摸在椰子里,摸去乐子汗,贝肥鸡俗被贝肥的笑心感动,尤其是紧摸,发誓痛了之后一定要好好对待贝肥 谁知道尽管这么一出,他这么一个辅导人也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吓得是高手不腿,我创不起 而且,按照面前的说法就是,吓掉活了,得吃鸡鸡才能好,现在贪汉得动的人,想拿买鸡鸡,买多么地缝买 贝肥冒着汗风,在荷汤上脱光了衣服,卧在冰上,用自己的神圈把柄买买的润滑,润滑之后,有两条鸡鸡鸡被腾的笑心撒干动 从下边蹦了出来,这个鸡鸡他是什么行李啊,就说一台小手来过来吃娃娃,让人到行李,他高高兴心的拿回去,宵敬自己的节目 贝塞的笑心就这样,一串试,十串的北,穿到了周围十里八层,无人不成,无人不在,自然也穿到了贝赏学的乐道里 这一天贝赏学等门百方,见到这一家人,大王庄伙伙伙估,粉饼猪落作,贝肥冰母亲问道,赏学啊,你只是要去哪儿啊? 会了奶奶的话,我要去黑心商家良心店买咪,贝肥冰停后不解的问道,那家店离你家有一百多厘吧? 我记得你家戈壁不就是迷店吗?你为什么跑那么远去迷?师傅建立了说词言差译,那家店开四近,四字远? 哎,这家店开四近,四字远?你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这么说?贝塞不明白他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兄弟,我们家去戈壁眉眉,需要在销箱子里挂一下我才能到,哎,我如果去黑心商家良心店,一条路就能这大,正所谓两点之间现代最短,所以我走的是一条金路 贝塞停后一口茶水,茶点不喷出来,你这是什么逻辑,你都说都喊了是吧?哎,这个贝塞可别乱讲话哈,你得多跟着上学学着点,贝上学停后冒说道,乐奶奶你说的只是哪里话呀?贝塞那才不是一般人的,乐奶奶,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叫一声了奶奶,听我表一表,贝塞本十块好材料,穿得了路花,我的了水塘,从小保护金,长得金虎宝,未来当铺的大佬,我的好儿奶奶呀,贝塞未来会很美好,快关注林医影,饮食别开玩你就跑,一个故事我撤完了, 有路如风轻,和西台语轻航,也知心同和未来几模样,和路易水模样,我便求你和富民养情 这位网友问,当今社会阶级固态一称畅态,请问该如何时间阶级跨越,他说的就说,现在这个人分为三六纠等,有分为杀六社会,中毒社会,下六社会,但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就说,每个人他生活的方式,生活的这个老朋友圈什么都不懂, 不硬啊,这个不只是现在啊,搞古代也这样,比如说,那些小忘年令,马运什么责令,都是把钱,全银行放的利息,都相当于平常令,辛辛苦苦,赶一辈子赚的钱还多啊,就像一台的利息啊,就这样子,让他们怎么时间夸越啊,就说,他怕这种唱鬼,我感觉哈,只有生活水平存在差异,结界就顶然存在,除非大家过的阴影,要么阴影穷,你比如说,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你是哪有什么欠不欠的,你怎么每个人都一样,一无所有,脚下的跌在中啊,身边水在流,你一无所有,脚下的跌在中啊,身边水在 这种原始社会,也可以是一样,实现共产主义,但是,这些某些来说,都不可能达到的,啊,你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话,那多段时间的认定是达不到啊,理论上来说,是有点可能,但是像人类退回的原始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咱不可能倒退呢,啊,比如说,小欧洲的基础大革命,都是因为阶级矛盾,他们的地方呢,拼命永远是拼命,鬼族永远是鬼族,数量战山峰的拼命,怎样会怼此,产生不满,那拼什么,你是鬼族,我不是鬼族,那拼什么啊,三国人,中国古代,他也把人 分上了石弄工赏等不同的阶级,但是中国的这个阶级,他并不是固定的,他是可以转换的,像最低层的人,可以通过客举进入到上流社会,当然现在你是可以靠魂影进入,但是那时候靠魂影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过去的讲究魅当户对,虽然说这个魅当户对现在也讲,但是现在和古代的本质不同,现在主要是讲究在井身上,在物质上的要求,并没有一切那么高,我们有时间在谈讨这个问题,而今天就不细讲了,像古师傅这个客举这样的话,他自然就加强了换圈的温定性,因为这个阶级它是可以转换的 你只要人一人都说,你又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所以说你有没有必要去想办法去造反了,没有那个必要呀,而且风险太大,一旦被抓了,那可是竹灭九族的,听众称说过这么几句实吧,这讲的就很形象,朝魏天山浪,某灯天子烫,江湖被窝中,难而挡自枪,这是在宋朝时候流传的一首诗,像北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增东,他写过一首犬血诗,那首诗就比较有名气了,里边的词句比较有名气了,富家不用买两千,书中自有钱中锁,男爵不用加高烫,书 书中自有黄金五,冲命么很无认罪,书中车马多入错,曲奇么很无量美,书中自有言锐,难该若随平神志,六斤气象传线度,这就是给大家洗脑嘛,让你们来多说,你们多说多好了这种大大观,现在我们所说的是高考,他可觉呢,他也有想死之处,但是经过大学扩招之后的高考,他汗尽量就已经下降了,如果现在,如果你想打破固态阶级实现跨越,你考高考呢,肯定是不行的,首先你要记住这么一句话,成功你必要有三分能力,六分运行,一分鬼人, 这么可以看出来,这个运气,整个多大的成分,能力也不用多说了,就是说呢,你的一级直上,这样你不能缺啊,那你要什么都不会把你捧上来了,即使把你捧上来了,你也会说下去的,能力就不必多说了,最主要是后面两点,你缺少的是一个暂时的我的频道和一个宣传你的人,比如说现在天上,你看到有一个宣秀节目,一个人唱歌,唱得好,现在名气非常非常高,那如果说他要没有能力的话,他肯定是说红不唱,即使他用能力,他现在他唱歌,他唱得非常好,他名气非常高,他能转不着钱,他出场费什么都很高,但是即使在, 这样,这样就可以正视他的唱歌,一人肯定,一人比人和一个人都高嘛,那不简单吧,肯定还有一个人唱歌比他好,没有这种机遇,他没参加过这种比赛啊,比如说这个人呢,正在哪里搬转的,哪里种地呢,都有可能,只看能力可不比他得,他确实上人就是一个暂时的我的平台,和一个宣传他的人,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人才,你需要这么一个暂时你的平台,和一个宣传你的人,现在你只需要把你的仓属小维格神传来透高,成了之后,你不但可以获得相应的高费,而且还可以借助维格神传这个平台, 希望大家暂时你自己,更快的打破阶级,实现跨越,但是如果你是另一人的话,你可以直接向另一阴影史来投高,如果你是其他地方的人,你可以向外国上来投高,好,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听闻的步骤,大家有两种方法可以向我们听闻,一种是需要花费一分钱才能听闻, 这种问题一旦有人收听之后,听闻和回答双方都可以获得死毛无分钱,有两个人收听就是九毛钱,一次论推,乘整比利函数,如果提出的问题没有被回答,这一分钱会在48小时之后退回到你的账户,这种方法就需要大家打开今日投票,关注山东呼报夜的投票号,关注之后再实行发送碗于听闻,点开获取到的链接,由详细的介绍和我们的手艺介绍,打开的这个网页的,你直接拖到页面最下方,下面有一个阅读院位,点下这个阅读院位, 你就可以直接来提问了,如果你不想花线,可以用这种方法,那就是关注山东呼报夜的投票号号,直接在私信里提问,或者在随便一起类似英语视视频下方留言,都可以,我们依旧会恢复,我们每一期节目,会在以上两种问题中,随便挑选出那么一两刀,放在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的问题不想被分享,请你在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注明,否则我们某认为是可以分享的,当然为了保护大家的因此,我们会在各位的名字上打上马太克,好, 风声鱼声,杜鼠声,拉雅响音,正好听,新鲜好玩热电视,今天雷一英语视,我们并且去讲这些,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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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